YA 校長好 校長阿伯好 好 這說起來是有一點自豪 有點臭屁 我說我是最年輕早上校長的主任 我是最年輕派任的主任 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可是為什麼這種病就找上我 所以我又是最早退休的校長 我在擔任校長的第七年 我就有發現說 我自己的行走的步伐 兩隻腳的步伐不太一致 然後左腳總是比右腳慢了那麼0.2秒的時間 在沒多久有一天 兒子突然跟我講說爸爸不要抖 因為我正拿著水杯要喝水 然後就跟我講說爸爸不要抖 我說有嗎?我有抖嗎? 他說你看地上 結果低頭一看不得了 地上真的有一灘水智 我到了中山醫院林興隆醫師跟我講說 你做幾個動作 他叫我做幾個很簡單的測試動作 然後他就說你得了帕金森 我說哈哈開玩笑 醫生你不要騙我好不好 我這麼年輕我怎麼可能得帕金森 高醫生 過來 最近吃得不錯喔 比較有長肉對不對 那在我開車要在返回學校的時候 我在華家橋上不幸發生了很嚴重的車禍 我自撞安全檔 因為我在我的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我在車上打瞌睡 就疲勞駕駛 瞌睡 瞌睡從早上我 於是我就出了一個很嚴重的車禍 當時我的手臂跟我的額頭 有嚴重的撕裂傷跟骨折 我回學校裡面來 不小心我就從椅子上面掉下來 那我的腳後跟 右腳後跟就直接重踩在地 醫生宣判我的肌腱 這個斷裂 韌帶斷裂 我的左手臂原來的斷骨的地方 整個變形 我總共七進七出手術房 沒有可以根治的藥品出發安眠之前 我就只好乖乖地去吃藥運動 接受它 然後面對它 想辦法去處理它 所以這樣子才能夠讓自己能夠 至少我要很自在很快樂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當我還能動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告訴自己我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我要幫帕友出一本書 第二件事情我想 幫帕友募集一些醫療基金 因為大概帕金森市政 大概走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大概多半都是要 接受外科的手術治療 那第三件事情是我想 騎腳踏車或是走路 能夠環繞台灣一圈 讓自己發揮一點價值吧 比方說因為生病我就 我就都棄權了 其實我沒有權利在這個人生的舞台上去棄權 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樣子的視頻 對我來說 我現在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裡